我和朋友准备偷渡前往缅北岛大前 结果在边境和偷渡司机走丢了 我们在原地等了大半个小时 之后带路的那个人重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只见那人开口便对着我骂道 你们这群傻鸟在这里干嘛 我走到前面 一回头你们几个不见了 我又赶紧跑回来找你们 你们试想嘎试吧 听着他开口便骂 我也不再惯着 说道 你特么自己轻车熟路的走这么快肯定没问题 我们又不知道路 知道路我还要你带我走啊 老子为了追上你 直接从这里摔了下去 谁愿意在这里耽误时间啊 子弹投文声也立刻骂了起来 你大爷的 你走的时候也看看走在后面的窝门啊 广顾着自己走 把窝门丢一边 傻鸟东西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子在跑江湖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 两人对骂到此 我感觉要动手 我连忙让老钱把子弹投拉到一边 他俩如果正面硬杠上 我估计南散我们今天是下不去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怒火 恶狠狠地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你要动手的话 你自己考虑清楚 只要你动手了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肯定有人走不出去 你这是在威胁我 对 我就是在威胁你 就这样我们俩彼此对峙着 盯着对方看着 谁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深沉割开了口说道 出门在外都是为了求财 你做这个事更是求财 没必要因为这个伤了和气 对我们彼此都不好 刚才你开口闭口就是脏话 没人会受得了 我们也不是说不走 是真的跟不上 你明白吧 算了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扯皮 不值得 你继续带我们走吧 带路的那人听到这样说 内心的火气也消了一些 反正连转过身 让我们跟着他继续走 就这样 我们在山林里不断地穿梭着 走到后面就完全没有路了 我们走着爬着 各种刺刮在身上 又痒又痛 这是什么婆路 我的屁糙衣服全刮坏了 你闭嘴吧 马流跟上 等过了这里就好了 不一会儿 边方检查站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打开手机一看 已经两点半了 走大路五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 我们走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你大爷的 赶紧把手机关了 我瞪了他一眼 忍住了 我们蹲在原地等了二十分钟左右 看见检查站熄灯后才继续动身 下山的速度快了很多 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到达了山脚下 等下我先跑下去 我把车打着火 开着双闪 你们看到双闪后一个接着一个的跑下来 说完那人便跑了下去 我从上面看到停在路边的车有一个打了双闪后 就让他们按照先后顺序跑下去 先是深尘哥 然后是老钱 小黑人 等我和子弹头跑到路边的时候 那个狗司机开着车走了 我以为是他在路上看到了巡逻的佛伯乐才开车走 于是立马让子弹头跟着车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我看到那个狗司机把车停在路边 我和子弹头才上车 刚刚是不是看到佛伯乐了 反正我是没看到 司机看到你和子弹头跑了下来 就直接开走了 我都还那么怎么不等你们俩 听到老钱这样的回答 我看了一下车上的后视镜 看到了这个傻逼嘴角诡异的一笑 我没有把这个事告诉子弹头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直接要和他干起来 二十分钟后 我们进入了南散镇 我立马就给之前的那个司机打了一个电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南散了 到哪会合 你让这个司机开到 镇康茶香商务酒店那里 等一下我们到那里会合 凌晨三点半 我们到达了南散镇康茶香商务酒店 没过几分钟 之前的那个司机又打了电话 你们先别下车 让那个司机开到 酒店转角后面的小巷子里 我等一下就过来 记住一定不要下车 嗯 我知道了 你那边好了给我打电话 过了几分钟 现在的这个司机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起身把车窗都关了起来 然后拔出钥匙 走下车后把门锁上后才接通了电话 顿时我就感觉情况不妙 我耳朵贴着车窗 努力的去听外面的动静 妈的 人我已经给你们带到南散来了 现在你给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顺帽 绝对不行 我告诉你 老子冒这么大风险去接 你就给我说这个 钱现在马上给我打过来 少一个字都不行 不然你试试 老子立马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锁里去 听不清电话那头那人究竟说了什么 只看见这个司机一直在说骂人的 看着他歇斯底里的已经癫狂的样子 说要把我们送到佛伯乐那里去 我知道此事他不再是威胁对方 而是一定会这么做 这个司机现在已经疯了 把我们送到锁里这个事他肯定搞得出来 等一下他打开车门后 我们直接下车跑 知道哪里是最安全的吧 几人点头表示回应 好 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医院见 随后我见他没有打开车门 直接转身走了出去 我立马意识到他想把我们几个关在这里 然后让佛伯乐来抓我们 我立马拿脚翻车了车窝 下车追了上去 追到一条死的地方后 我和他扭打在了一起